其实我也是受我母亲请一默化的一个作用吧 因为我从小就看着我母亲就在意大利 因为我们是一直在意大利的华侨 就是帮助当地的很多的需要帮助的中国人 所以我们一路过来就是只要哪里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就一定要第一时间去站出来 这次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也就 虽然我们自己的企业都关闭也有一些损失 我们还是依然决然地决定要尽我们所能去做一些事情 了解到上海有非常紧缺的物资的情况下 我们就了解边上的居民具体有哪些需求 那么了解了需求之后 我们也就看自己有哪一些渠道可以连接到哪些资源 所以我们就了解到现在居民 当时居民需求最大的就是食物 然后我们就连接到就是浙江瑞安那边 就把当地很多渠道最新鲜的有机的素材 还有包括鲜肉就是54吨 就是两个集装箱开到上海来 去帮助那些最需要的一些市民 特别是一些老人 因为很多年轻人呢 他们是可以用软件去抢菜啊 或者是团购 但是很多老人有可能就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是我们去 也是能够去帮到需要帮助那些人 包括给到医院的一些就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这样的帮助 就是我们保持心中有爱 然后需要有希望 另一方面我觉得团结就是力量 就是大家如果能够团结在一起 互相帮助 每个人贡献一点点 那么这个就是可以一起共渡难关 就是可以去推动一起共建更好的社会 是不是吗